南投大关市场有许多美食摊贩是当地的宵夜首选 不过三号晚间市场被检举达人检举 警方突袭开单 30多个摊贩全被开单 店家喊冤表示有付电租 有依照规定设摊还是被开罚 罚单金额甚至超过一个晚上的营业额 让店家抱怨恋恋 一百摊贩灯火通明 各式各样美食小吃让人口水直流 曹春正大关市场一直是当地民众的寻觅宵夜好去处 直销业站才刚开始 怎么有摊贩在收摊 手一边收嘴一边念老板气扑扑 全因为被开了违规设摊罚单 三号晚间突然几名员警来到市场徐帝 开出1200元到2400元罚单 市场内总共30多个餐饭全数遭殃 让他们抱怨恋恋 看着整晚心血都得奉献国库 摊贩欲苦无泪 不过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 其实他们跟警方遭有共识 根据摊贩说法 其实他们有付店租摆摊 加上过去常常被罚 远警告知只要退到黄线后就不违规 台犯遵守没超线检举达人一句话 远警还是说来就来 对此警方表示的确跟店家有说好 线内可以通融 不会主动开单 但是有人检举他们只得依法就办 店家也表示提恤警方辛劳 只是警戚差店家苦哈哈 气氛过后还是只能乖乖缴罚单 在张用辰南投报导